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境时报总编 胡锡定 欢迎收看胡侃 中国的2019年从台湾问题拉开了帷幕 习近平主席2日在纪念大陆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里程碑式讲话 强调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他要求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丰富和平统一事件 可以说习主席为两岸和平统一描绘了一幅相当具体的路线图 2日习主席讲话之后 蔡英文迅速强硬表态称 台湾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 也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他还声称 台湾绝大多数民意也不会接受 这是台湾共识 他说 台湾民进党也发声明 嚣张的要求大陆 必须正视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现在叫中华民国 老公想说 台海局势充满了各种声音和动向 虚虚实实 而局势整体上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已经历史性的掌握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这是观察研判各种言行的逻辑起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进党当局在听到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后会受到震动 因为惊慌而跳脚 这些早在大陆方面的意料之中 然而民进党当局的反应能代表台湾民意吗 当然不能 这些年台湾与大陆的交流不断增多 来大陆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台湾居民和企业看好 谁都知道 大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两岸统一 但台湾民众就是愿意与大陆的促统措施积极互动 老胡认为正是这些互动而非台当局的叫嚣 最能反映台湾的真实民意 大家知道 民进党当局拒绝九二共识 与和平统一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会导致台海紧张的间歇性发作 甚至可能挑起军事危机 大家说台湾民众愿意承受那样的局面吗 他们是愿意在两岸稳定的政治框架下 过和平繁荣的生活 老胡还是愿意与激进政治势力一起铤而走险 面对动荡甚至战乱 老胡想请参议员当局好好做个调查 别动不动 就把2300万人的民意所谓民意挂在嘴边 民进党这一次上台两年多 断送了两岸合作推动和平发展的局面 但他们改变不了两岸继续融合的基本态势 扭转不了因中国大陆不断崛起 而带动的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齿轮 与大陆发展的齿轮进一步的咬合 事实上和平统一已经在路上 这是现实 而不是民进党当局愿意或者不愿意的选择题 和平统一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进程 它就来自顶层设计和推动 也有很强的自发性和历史必然性 中国历史的很多重要拐点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台湾当下的激进势力 尤其没有修改中华民族复兴大势的资本和力量 老胡最后想说民进党当局该幡然醒悟了 否则他们未来注定要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需要看准并跟上历史的趋势 重建自己的政治主动性 谢谢